接下來是流水的搬運跟成績 流水搬運的方法有溶解、懸浮、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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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這個看看就好了 溶解什麼意思啊?可溶的就溶解帶走啊 懸浮什麼意思?你們李化老師有沒有教過懸浮容易? 沒有啊 就是有,有人點多人要說什麼意思啊?不同一般的 懸浮容易,就是那個並沒有真正溶解是飄在 再細細的沙子飄在水裡面,就叫做懸浮 那下面寫個掃動、跳動、滾動、滑動什麼玩意兒啊 那個不要管它啦,那就是因為顆粒大小的關係 所以呢,動的方法不一樣,那個不重要 如果很細,我就飄在水裡面懸浮 大顆一點,飄不起來 在底下,就開始被水裡沖、轟轟轟跳動 更大一點,跳不起來就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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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動 更大一點,滾不動就 滑動 就只是因為大小顆不同 所以動的樣子感覺有點不一樣而已 所以那個沒什麼重要 那舊的課本就沒寫那麼多 舊的課本就只有寫滾動而已啦 那我寫多一點,跳動、滾動、滑動、合稱、掃動 但是那個不重要 舊人就只有寫溶解、懸浮、滾動而已 差不多就好了 通常搬運是沒有景觀的 就搬走嘛 但是流水有 流水 山上剛剛崩下來的九頭 通常都有能有角 有能有角 經過流水長期搬運滾摩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表面光滑圓的時候 叫做核卵石 因為要長期搬運滾摩 所以大部分都發生在河川的下游 康軒反省中下游 沒差了 因為河流長度不一樣嘛 河流長度不一樣 中下游地區 重點 它是流水長期搬運滾摩 是流水搬運的解體 重點 它常常發現在河川的下游 中下游地區 我小時候 我老師告訴我 鵝卵石 就是長得像鵝蛋的石頭 我看到一些石頭 怎麼看都不像鵝蛋 你不覺得它看起來扁扁的 比較像荷包蛋 不是 它不是長得像鵝蛋 是它表面光滑圓潤像蛋殼 所以叫做卵 那為什麼叫鵝卵 我不知道 原因一 大小顆跟鵝卵差不多 原因二 鵝卵比較好聽 肌卵石 鴨卵石 聽起來 不好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它叫鵝卵石 表面光滑 OK 流水長期搬運滾摩 表面光滑原來的石頭 叫做鵝卵石 一 流水搬運的解體 二 容易發生在河川的下游 被航 知道 記住 然後呢 當我們衝到了平面地之後 開始會有些驅流 彎彎的 然後呢 流水會變慢 來來來來 九十年第一次考學測的時候 考過這一題 請問 停車戰界問 流水這樣子流 這樣子流 依流水的方向 這個叫做右邊 右岸 這個要做左邊 這個要做左岸 OK 按照我畫的 流水的方向 請問你 右岸跟左岸 誰會發生青史 誰會發生成績 按照我畫的 誰會有青史 誰會有成績 來 這位 大哥大姐 叫做 三一 三十一號 右岸是青史 左岸是成績 小帥哥請坐 答案是對的 右岸比較彎 外面彎的這個地方 會 流水會比較快 我們想說 我們要一起轉過來 要走大圈 要走得比較快 走小圈的走得比較慢 所以右岸這邊 青史 流水快 青史 左岸這邊 流水慢會成績 這個在九十年 第一次考學測 就考過這一題 就考過這一題 OK 要知道誰會有青史 誰會有成績 OK 然後這是 D老師教過 我看看就好 當我們從山上 衝下來 衝到平月之後 突然波度變平緩 流速變慢 就怕他把東西都丟下來 就待不成 你趴他丟下來 就形成了衝擊扇 那趴他丟下來之後 會不會大顆在左邊 小顆在右邊 不會嘛 就混雜得很兇 所以桃圈很差 桃圈很差 沒有什麼桃圈 大概就丟下了 桃圈很差 然後我們 在那個 出山谷的地方是形成衝擊扇 那出海口呢 出海口變什麼 地獄就交過 三角桌 三角桌嘛 來 暫停 我第一次在這裡寫到了沙灘跟沙洲 我在這裡寫了沙灘跟沙洲 但是平常考驗上 題目上 沙灘跟沙洲是當作是海洋的沉積物 沙灘跟沙洲 話說是海流沉積物 不是河水 是流水 是海水 海流沉積物 所以 我上去上 這個是地獄教過的 看看就好 比較重要就是那個鵝卵石 是誰造成的 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哪裡 這是我們只要知道 要學會的事情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